这是法国,我最疼爱的国家 身为一个口吐芬芳的素质up 每当在节目中卖力的夸赞法兰西时 脸上都会浮现无比的自豪 但是有一个问题一直让我很困惑 法国这么牛的国家,二战时怎么就投降了 身为一个精神法国人 这种事情我是无法接受的 于是我查询了大量资料 包括难度极高的法语资料 终于做出了这期视频 希望大家能省个脸 首先我们来分析法国投降的原因 法国投降的直接原因是什么 废话 当然是战败了呗 赢了谁还投降 看我干嘛 正常的国家 打赢了都是不会投降的 法国战役 英法联军伤亡35万 被俘190万 而德裔联军 其主要是德军 伤亡仅仅15.5万 战死仅仅4万 那么问题又来了 法国为什么会战败 首先最直接的原因是战略层面出了问题 我们先看一下时间 二战是1939年9月1日 德国闪击波兰的时候爆发的 法国跟英国是两天后 也就是9月3日对德宣战的 而法国战役 则是1940年5月10日才开始的 这期间有整整7个月的时间 足够法国不强武德 从西边偷袭50岁的元首 但实际上 这7个月的时间里 法军的主要工作就是 生活如此美好 为何要去打战 法国老爷们竟然在喝红酒吃鹅干 历史上称这段时间为奇怪战争 当然也不是一直吃鹅干 法国对德宣战后 还真尝试过攻打德国 是成萨尔攻势 当时法国集结了98个是百万大军 向毫无防备的德军发动猛攻 而且完全是第二德军打 然后就撤了 没错撤了 如果法军当时把战打下去 用不了两个星期 元首正在跑地下室的小黑屋 那么问题来了 法军为什么不愿意继续攻打德国 这里其实有两个互相关联的原因 一是法国在一次世界大战的损失过大 法国的战死加失踪 一共是115万人 而当时法国总共也就4000万上下 这么大的损失 当时法国上下想的不是打仗 而是避免战争 包括绥靖政策 以及错失良期的萨尔攻势 其实都跟厌战情绪有关 二是法国人口 接受不起一战式的伤亡 首先我们来做个简单计算 战争必然需要足够的适临人口 一战是1918年11月结束的 如果这个时候人们开始结婚生子 那么1919年8月 刚好诞生新一代 实际上 生育更方便确实是1919年来的 那么等到他们达到入伍的年龄 也就是20岁时 刚好是1939年8月 也就是二战爆发前一个月 正好大规模征兵 1919年 德国人口从6290万 涨到了6931万 多出了640亿万人 而实际上 德国这些年的出生人口 每年都保持在100万到150万的水平 平均120万 而法国 1919年总人口只有3860万 1939年4151万 只多出290亿万 每年的出生人口也只有60万上下 如果爆发全面战争 法国能动员的兵力 只有德国的一半 一旦法军在德国经代进攻不力 百分百是拖不赢德国的 所以法军高层 就定制了一套防守方案 而这个方案的核心 就是马其诺防线 马其诺防线是法国赤资50亿法郎 打造了超级军事防线 全长390公里 仅永久攻势就超过5800个 如果德军正面刚 那就是 而既然到马其诺防线 不仅军队的伤亡小 也可以把战争控制在最小范围 保证法国在其他地方的生产生活 牺牲一小撮 幸福全法国 竟然让法兰西自有国情在此 那防守战略也不能算错 但是法国又犯了个 离离原上谱的错误 无知 早在1935年 德国就成立了一种新式军队 装甲师 根据我查到的信息 1939年 一个标准的德国装甲师 编制如表所示 这些单位在坦克 加起来有三四百辆 在法国战役之前 也就是1939年 德国闪地波乱之时 德军已经组建了10个装甲师 外加一个装甲团 但是德军如此大规模的军事创新 法军指挥层竟然一无所知 或者说 他们不屑于知道 装甲师会带来哪些变化 为什么法军会这么想 很简单 这就跟买电脑时的小白一样 总共就知道俩参数 大内存 大显存 厉害得来知道个 I3 I5 I7 再具体的一问三不知 然后被人载一波 当时法军跟电脑小白的状态类似 在他们看来 坦克总共这俩参数 一个火力 一个装甲 在这个大前提下 法军看德国坦克 就跟看废铁似的 1939年 德国大规模裂装的主力 是三号坦克 这种坦克其实下面 还有很多具体型号 有ABCDEFG HIJK LMN 多种型号 当时以三号F型居多 三号F型的正面装甲 也叫30毫米 这个厚度别说反坦克炮 很多普通火炮都防不住 如果正面强广马兴诺防线 如果看火力 该型坦克装备的是一种 5厘米火炮 5厘米的火炮是什么概念 电视剧里 尼亢士兵中的小炮 迫击炮 口径都是6厘米的 对比当时法国的B1坦克 装甲不光厚 还是弧形的 上面下面两门炮 能同时输出 所以法国还真有理由 看不上德国坦克 但问题在于 法军忽略了三个很重要的参数 分别是发动机功率 重量和速度 三号坦克的重量是23吨 发动机功率是220千瓦 根据公式 功率等于力乘以速度 在一档每小时5公里的条件下 三号坦克可以产生 79200牛的推力 运和7.92吨 配合坦克23吨的自重 三号坦克完全可以化身推土机 把这颗没清目射的树 推倒 哦不 压倒 呃 还是怪怪的 算不提了 而且坦克当推土机 并非日耳曼人的专利 米国用坦克推土 推得也不亦乐乎 啊 救命啊 正因为这个疏忽 德军打开了马西东防线的命门 阿当森林 在正常情况下 穿越树木茂密的阿当森林极其困难 大型装备通行需要15天 甚至一个月 一战时期 德军只能在这里 发动非常有限的攻势 而且即便从这里出来 也会被色当药塞挡住 所以法军认为这里是安全的 但现在的坦克变成了推土机 那么德军自然就可以 直接在阿当森林强行开路 仅仅三天就出现在色当药塞下 然后 所以 我没有防空炮吗 好像没有耶 那现在怎么办 法军对德军突破防线 没有任何准备 因此举国震惊 这时候更精彩的来了 法国国内竟然没有 一股力量要抵抗德军 和平主义者说 战争能不打就不打 投降主义者说 成王败寇就该任命 还要持阶级斗争观点的人 认为法德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 无产阶级不为帝国主义卖病 所以戴高乐最后跑到英国了 而不是在法国坚持抵抗 其实到这里 视频已经可以结束了 但是就这么点内容 未免太对不起观众老爷了 为了挖出更多信息 我仔细看了法国战败的所有原因 发现法国战略错误的万恶之源 是人口问题 既然人口出了问题 我们就要问 法国的人口到底怎么出的问题 首先 从位置上看 法国的纬度比德国更低 气候更加温热 众所周知 气候越温热 越有利于植物进行光合作用 法国这种降水充沛 光照充足的地方 一直以来都是非常适合发展农业 也因此 历史上的法国人口 一直都是欧洲最多的 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 法国都是欧洲最强大的国家 没有之一 拿破罗能横扫欧洲 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就是人口 但为什么 气候更加适宜的法国 人口一直称霸欧洲的法国 却在二战 甚至一战时 人口就已经被德国反超了呢 像人口这么大范围的数据 任何波动 都必然有很深的历史因素 所以我特意查询了法国历史人口 并且制作了折线图 同时也制作了 德国和英国的人口折线图 进行对比 可以清晰看出 在折线最左端 法国人口是占据绝对优势的 三个国家的曲线协力也差不多 也就是说 人口增长率相差不大 但是往后看 法国人口曲线的协力逐渐变缓 而德国和英国的增长 并没有变缓的趋势 两国人口大致在1850年 和1990年分别超过法国 领袖拿破仑建立了强大的法兰西帝国 带领军队横扫欧洲 那么法国人口问题是战争带来的吗 肯定不是 历史上爆发战争的次数多了去了 但对人口增长造成的影响 都是暂时的 不是长期的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 导致法国人口增长 长期处于低迷状态呢 这里有个规律 一般造成长期社会影响的 都是经济因素 既然提到经济因素 我们就要提一下 法国当时的经济构成 19世纪初 虽然世界已经进入了工业时代 但农业占经济的比重依旧很高 那时候 大概有75%的法国人 从事农业生产 也就是说 造成人口增长缓慢的经济原因 一定是在农村 而根据学者研究 可以对法国生育率 造成重大影响的农村经济因素 是遗产分配 没错 遗产分配 欧洲继承遗产 一般是行长子继承制 这种入住 其实在中国也有类似的 叫敌长子继承制 一个农村家庭 只有长子能继承父亲的农庄 其他孩子要么在农庄 帮老大 要么进城打工 但是伟大领袖拿破仑干了一件事 就是颁布了一部法律 叫民法典 或者叫拿破仑法典 这个东西初中历史应该讲过 而拿破仑法典 恰恰改变了长子继承制 因为拿皇就不是长子 法语原文如下 这则的意思是 今后的遗产继承 不分性别 长子要搞均分制 长子 次子 男孩 女孩 都应该平分遗产 不过实际执行时 法国人会自动忽略女孩 但是男孩确实可以平分遗产 敢不平分 代孝子们分分钟法庭上见 而非常巧的是 军分遗产这一条 与中国古代一条法令高度相似 这就是汉武帝的推恩令 汉奈实行嫡长子继承制 当时的诸侯国 一般会把爵位和封地 都让嫡长子继承 其余孩子就分些房产 农田 可诸侯国的存在 对汉朝中央构成了巨大的威胁 因此汉朝中央 与虚想削肉诸侯国 但不仅效果差 还引发了七国之乱 到了汉武帝时 一个叫祖福燕的人建议 今诸侯弟子获十数 而誓四代曆 鱼虽骨肉 五尺寸之地风 则仁孝之道不宣 愿陛下令诸侯推恩分子弟 以帝侯之 彼仁人喜得所愿 尚以得失 十分其国 也就是说不直接学凡 而是颁布一道 叫推恩令的法令 说诸侯不能只把封地 分给嫡长子 所有儿子都要分一块封地 这样诸侯就越分越小 直到分无可分 滚去街边卖草鞋 邓宗帝首边草鞋 买两双 虽然诸侯知道 推恩令动机不纯 但代孝子们对朝廷的爱 太深沉 以至于父亲和嫡长子的反对 都不能阻挡 代孝子们的热情 所以推恩令的进展 非常顺利 诸侯国也越来越小 那既然推恩令 会把诸侯王的领土 越分越小 那拿破仑法典 会不会产生相同的效果呢 答案是会 虽然拿破仑法典 听起来和推恩令不一样 但操作上是一模一样的 当遗产只有长子继承时 长子能继承到完整的农庄 因此养育孩子的能力没有改变 所以生育率不会有太大变化 而无法继承遗产 只能去城里打工的孩子 则会加速城市化和工业化 给城市带来更多的就业岗位 在这种模式下 法国农村肆无忌惮升华的爹 就成了国家城市化的引擎 以及人口增长的动力 但拿破仑法典一般不 长子以外的大孝子们 肯定天天盼着爹死了分财产 正所谓父辞子孝 至于进城 大部分人能找到的工作 是去血汗工厂当工人 除了毫无退路的人 没人愿意进血汗工厂 法国农民既然能平分遗产 也就是一座农庄 肯定选择狗在农村种地啊 结果就是法国农场 像汉代诸侯国一样 被分到分无可分 因此长子继承至的德国 城市化速度非常快 而且迅速带动了德国工业的发展 早在1891年 德国城市人口就超过了农村 并成为工业强国 而法国城市人口超过农村 则要等到1931年 两国相差了整整40年 而这40年的差距 竟然是一条不检验的法律造成的 法式推延令 不仅延缓了法国的城市化 还让本来就规模不大的 法国农民更加贫穷 当经济出现问题的时候 法国农民只好选择少生孩子 一方面可以降低养育成本 另一方面也可以保证农场完整 不至于分了遗产后 孩子养不活自己 而19世纪 法国农民的人口占比 大致在80%到85% 到20世纪初也还有75% 主体人口没有生育和养育能力 自然之后带来了 全国性的人口增速下滑 总的来说 法国是因为法律规定 导致大家都可以分到一份遗产 没必要冒着风险进城 如此往复 最后农场越来越小 以至于农民过于贫困 最后就没有了生育欲望 导致全国人口增速大幅下降 这才有了二战时 法国只敢依托 马其诺防线的保守战略 也才让德国有了可乘之机 所以答案显而易见 法国二战投降的主要责任 在拿破仑身上 你说把郭甩给一个 死了一百年的人 是不是有点过于不要脸 好像是有点 人口问题虽然是 法国高层决策事务的 最大因素 但这不代表法国投降就理所应当 随境政策 国内动荡 军事错误 这些都是法国投降的因素 可我们又不能忽视 人口带来的影响 高达2780万的人口差距 也不敢轻易尝试 最终只能迎来了 兵败投降的结局 这就是我对 二战法国投降的最新感悟 当然人口也只是 国家兴奢的诸多因素之一 并非人口多久一定强盛 非洲人口上千万的国家 有三二个 但没有一个是强国 本期视频也只是 从人口这个角度 来解读法国投降事件 算是温过儿之心 好的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我们下期再见